山头的台风侵袭四号金山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淹水情况 很多民众开车出门 结果遇见大水出现 这受困没有办法通过 有车辆甚至遭到了水淹 结果砰锚飘浮在水面上 而驾驶受困其中 远景获报涉水前往救援 而阳津公路这边则是出现右转车 因为大水没有办法通行 远景更是利用巡逻车以车挡水 让民众可以安全地脱困 但与滂沱可以看见水淹超过车子的轮子 车子行径还会溅起巨大水花 警车只能冒险涉水而过 前去救人 因为这里发生一起小客车驾驶受困车内的事件 事情发生在四号下午两点半新北市金山区 由于山途而台风强势清洗 导致暴雨狂炸 造成金山地区淹水灾情严重 根本无法通行 根据了解由民众在行车时遇到淹水水深高度达到110公分 导致车辆无法行驶漂浮在水中 而且驾驶呈现受困的情况 于是赶紧报警处理 大鹏派出所所长获报后 不顾水灾英勇前往救援 徒步涉水前往该车辆旁边 缩新驾驶在有危险的当下 汽车而去没有发生生命危险 英勇救援的不止这件 在阳津公路处 由于淹大水的情况 导致准备右转的车辆无法通行 于是站在交管的两名远警则是将巡逻车挡住 湍急的河流 让车辆得以通过到安全的地方避难 在灾害的当下 都能看见远警的应用行径 无论是指挥交通疫或是救援救灾 感受到人民保姆的暖心令人动容 记得中文报道